你远点儿 也见一身血 你远点儿 我不管是你进去之前 还是你出来之后 咱们所可以说是 对你全力支持 甚至说是百般容忍 但如果你有我这么干的话 我这主任没法当了 我怎么了 你跟萧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指的是哪回事 别站着了 坐吧 坐啊 小萧 嗯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我现在还没资格想这个吧 还是看看有能力成为什么样的律师吧 原来你跟我说的时候 我还觉得还挺好 我觉得就是你没事发给萧律师一些案子 然后你自己当个甩手掌柜的 可现在倒好 它一遇上你的事人就不见了 一遇上所里的事 要不然这庭外突然和解 要不然就是常年客户 莫名其妙地解约 你敢说这事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常年客户 你说的是输购公司吗 我刚来的时候主任还是邝教授 我跟着乔律师实习 我和他一起满青岗跑 调查 取证 会见 开庭 那会儿复印记不方便价格又贵 我曾经趴在法院的窗台上 抄卷抄了整整一天 晚上家里停电 为了准备第二天上午开庭 我在路灯底下 写了半宿的代理词 我那会儿非常崇拜乔律师 我觉得他不仅是个律师 而且是个好律师 我明白您说的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 邝教授离开了得志 张震做了主任 得志所也从一开始的路边小门脸 变成了拥有半层楼的知名大所 你知道乔律师有什么变化吗 他一点没变 我今天在律邪 见着矿飞瓶了 你说的没错 他不会放过你 也不会放过咱们所 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 保住咱们所 让这所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你笑什么 有这么可笑吗 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 你还能笑得出来吗 没什么我就是在想 咱不继续聊输购公司的事了 你看 这事不可能善良 我回不了头 邝北平也一样 反正都是要连人带锁一块折进去 这锁本来就是任邝北平的 大不了还给他呗 这是咱们的抱怨 你跟宏图 把我跟萧律师找过来谈话 宏图肯定想不到 咱们俩聊的是这些 我问你啊 萧律师是你招来的吗 他自己偷的建立 怎么了 做被调了吗 自从咱们把邝北平赶走之后 咱们所里招任何一个人 都会做详尽的被调的 当时你出事了 好像真没来得及 他有问题吗 我就想搞清楚 到底是你聪明呢 还是我运气好 在正好我需要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 这样的好搭档 还有邝北平那边 只要王柏蕾小坑那案子继续查下去 我相信 就会找到突破口 现在我也掌握了一些证据在树上 那你需要我 需要咱们所为你做点什么 你远点 也捡一身血